中研院今天发表政策建议书 行政院长江仪化也首度和院士一起座谈 面对各界最关心的税改议题 江仪化表示会依照白皮书的建议 推动房地合一实价课税 并且在年底之前完成修法 送到行政院会审查 希望可以落实土地的公平正义 首度说要出席中研院院士会议 行政院长江仪化台上45分钟 洋洋洒洒对院士提出的12部政策白皮书 一一回应 更释出理夺讯息 将证实推动房地合一实价课税 我们决定要朝向政策建议书所提出的 房地合一实价课税的方向来推动 这个政策会使得将来 过去那一些利用房屋跟土地分开课税 而把这个价格转移到另外一边 来避税的这种情形 可以根本的改变 根据规划这项政策将在7月底举办公厅会 年底前送到行政院会审查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落实社会公平正义 那一些房子基本上只是用来自己住 自己使用 并且不希望自己的子孙 买不起高房价房子的人来讲 这个政策可能才是真正有办法去抑制房价不当标高 并且使得我们的这个土地能够获得公平正义的一个做法 而提出税感建议书的研究员王平也提醒税制改革越简单越好 租税政策要减而明 定得太复杂以后就 克税不但克不到 而且会造成民怨 至于提高盈利事业所得税 绿色税制 将一化考虑经济情势 今年不处理 盈利与综合两税合一制 不废除但会修改抵扣方式 因全球暖化浪潮 冤士建议从能源价格政策着手 课征碳税 并取消钢铁等耗能产业的政策补贴 农业方面希望政府废止现行 农宅修建办法 订定农业基本法 而今年食安问题频传 基础独立研究成了建议重点 希望将独物学纳入国教课纲 并且加强两岸防疫合作 学术研究方面希望增加薪酬制 松榜以现有公务员身份 规范研究员的薪资制度 学术研究人才更鼓励外籍人士 移入增加国际竞争力 同时也批评政府 推动人才培育效力不张 我想讲的就是说 三年半的时间去处理一个人才的危机 坦白说还可以更快 当着院长的面院士抱怨 行政效率低落 希望可以快一点再好一点 中研院从97年开始提出白皮书 今年更是第一次邀请隔回座谈 尽管将一化有备而来 但仍招架不住院士提出的各种挑战 有点TV层面刘萱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